眼睛周围涂着黑影,鼻子中间点着黑质,棕黄头发简单盘起的浮夸女简纳从阳台阴影里走了出来。 她一脸好奇地问道,你怎么发现我的,你怎么知道是我? 作为一名刺客,她能借助黑暗和阴影藏匿自己的身体,以往几次使用都没有被发现过,这还是第一次被人提前察觉。 卢米安吃笑了一声,下次想暗杀某个人的时候,一定记得不要喷香水。 提醒了简纳一句后,为了掩盖自身嗅觉的超长,她转而指了指207房间的门半开玩笑地说道, 我还以为你自己开门进去,结果你竟然这么有补帽地在阳台等,不像你呀。 我一直都很有礼貌简纳对自己被污,颇有点生气,缓了一下,她嘀咕般说道, 你这个人又冷酷又阴险,又狡猾又好诈,说不定在房间里摆了什么线,就等着别人进去。 说着,简纳瞥了卢米安一眼,愤愤不平地说道, 我想明白你为什么能猜到我是刺客了,你先是从我给的完美潜入路线产生了联想, 然后刻意炸我,草,我当时要是冷静一点,你肯定会说,哈哈哈哈,开玩笑的。 简纳女士,你的反射弧有点长啊,卢米安笑了起来,什么女士,小姐, 你也不是什么有礼貌的人,直接叫我简纳就行了。 简纳控制了下自己说脏话的冲动,就好奇问道,什么是反射弧? 她感觉这不是什么好话,但是不知道不好在哪里。 小姐,你义务教育完成了吗? 卢米安赋斐了一句,打开房门随口解释道,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,你,弗兰卡,布里尼尔男爵和铁锤艾特同时听我讲了一个笑话, 弗兰卡和布里尼尔男爵当时就哈哈大笑, 你过了一天才找到我说,哈哈,真好笑。 你这个混蛋,简纳总算确定自己刚才被嘲笑了, 他跟着卢米安走入了207房间,疑惑地问道,那铁特艾特呢? 他为什么没有笑? 卢米安侧过脑袋,表情严肃地看了他一眼,死人是不会笑, 简纳先是一愣,继而笑了起来,笑得有点前腐后仰。 你,哈哈,你这个家伙还真有点默感。 他一边笑,一边断断续圆,他说道, 卢米安点燃了房间内的电视灯,坐到睡床边缘, 开口问道,你来金基旅馆做什么了? 我来要回我的枪啊。 简纳反手关上房门,拉过那张破旧的靠背椅, 将他反过来放在自己身前,坐了上去, 两边手持顺势搁在了靠背上, 他两眼略有些放光,男眼好奇地说道, 你竟然真的干掉了铁锤艾特, 比我想能得要更加厉害啊, 你先不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办到的, 让我猜猜。 你,你问过我那个蒙喜大师大还是不大, 说明你想利用那里的环境FSSX, 我想到了,我想到了, 你身上有那个变态的迷药, 它很适合用在蒙喜市那种地方, 那和鸽子龙差不多。 草啊,我能想象到铁锤艾特打着打着, 发现自己没剩多少力气的绝望表情, 外面那些打手还进不来, 也不敢乱开枪, 简娜越说越兴奋, 仿佛暗杀铁锤艾特那个人是他一样。 还算有点脑子, 鲁米安勉为其难地客套了一句。 呵,简娜甩了下手, 望着鲁米安道, 我想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没被迷药影响, 提前闻了那瓶屎, 效果能维持那么久吗? 鲁米安笑了我想起了一句话, 你之前说的一句话, 不不该看的东西不看, 不该听事情不听, 不该问的问题不问, 简娜又气又恼, 瞪了鲁米安一眼, 没有续问下去。 鲁米安掏出他那把小巧的左轮, 隔空丢给了他, 简娜准确接住, 低声笑道, 你都不敢走到我面前, 亲手还给我吗? 他巴搭了下嘴唇, 喷了一声到我身上有什么东西, 让你感觉害怕吗? 这一刻, 他佛又找回了出见面时, 调戏鲁米安的状态。 鲁米安打亮了他两眼, 你胆子也挺大的, 穿成这样, 还敢在深夜进入一个陌生人的房间, 简娜依旧是晚上表演的那身打扮, 白色短上衣, 让胸口皮肤露出了一大片, 米白色的蓬松短裙, 则因为他的双腿岔开, 再靠背两侧, 未能起到很好遮挡效果。 简娜故意捂着嘴巴, 滴滴笑了两声道, 在地底, 我都没什么力气反抗, 你也什么都没做, 更何况现在, 你真的还保留着童真吧? 要不要我帮忙, 一个成熟的美丽的姐姐, 带你认识成年人世界的美好。 他一边说, 一边刻意埋低了身体, 让胸口更多呈现在鲁米安眼前。 鲁米安没有逃避, 坦然看着这种事情, 谁怕谁呀? 简娜未能得到期待躲闪的目光和帐红表情, 逐渐变得有些不自在, 他刷得坐直的身体, 咕弄道, 没意思, 胆小鬼。 下一秒, 鲁米安猛地站了起来, 简娜表情骤变, 你要做什么? 鲁米安勾勒起嘴角, 转身走向了那张木桌, 倒杯蛋啤酒喝, 你要来一杯吗? 金基旅馆没有提供开水这个选项, 租客们要么直接喝自来水, 要么弄些谈啤酒荡水喝。 不用了简娜悄然松了口气, 鲁米安咕隆喝了几口蛋啤酒, 把话题拉入正轨, 你怎么确定你年纪比我大? 我在弗兰卡那里看过你的通缉令, 你好, 还没满18岁的鲁米安小弟弟, 姐姐我已21岁了, 简娜逐渐有点得意, 你的心理年龄是不是只有12岁? 鲁米安嘲讽了一句, 转而问道, 你怎么会知道潜入那个房间的路线? 弗兰卡早就想暗杀毒刺帮的人, 简娜抿了抿嘴唇道, 我已经做了快一个月的情报搜集, 就等着找个机会暗杀玛格特, 谁知道被你抢先了, 磨坊舞之前归玛格特管。 你和玛格特有仇? 鲁米安问道, 她没对我做过什么, 简娜娜略微垂下了眼帘, 我刚到市场区, 在各个舞厅找唱歌机会时, 认识了另外一个浮夸女歌手, 她比我大几岁, 很照顾我, 还会纠正我的鹤腔, 帮我找演出出的机会, 一个多月前, 她被玛格特强暴了, 草天地, 她以为浮夸女的双腿都张得很开吗? 后来, 她离开了市场区, 再后来, 我听说她进了疯人院, 那是我第一次求弗兰卡, 想要获得超凡力量, 想要帮她做点什么。 卢安沉默了几秒道, 你看吧, 做人不能犹豫, 我当天上午决定干掉玛格特, 当天晚上就把她杀了, 简娜又气又乐, 每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, 鲁米安岔开了话题, 明天上午, 布里尼尔男爵会带我去见老大,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? 简娜回想了一下道, 我没见过他, 只是听弗兰卡提过一些事情, 他住在纪念堂区, 狠色, 有很多女人, 但不变态, 喜好, TMD还挺正常的, 每个都是弗兰卡喜欢的类型, 他的职业是商人, 蒸汽列车站旁边有个堆场是他的, 附近的里斯特码头, 他也有不少股份, 他还有货运公司和建筑公司, 能给很多萨瓦人提供工作, 你不知道, 独自帮刚起的时候, 萨瓦党和他们爆发过一场大冲突, 堆场里的苦力, 码头上搬运工人全部来了, 塞满了一条街, 就和游行抗议一样, 人不少啊, 武装一下都能当支军队了, 卢米安示意简纳往下说, 简纳把灵口扯高了一点, 弗兰卡说他对人很激爱, 哪怕对方只是一个苦力, 但你不要批他的外表骗了, 他那做的目的主要是让别人对他没什么防备, 他很聪明, 也很阴险, 经常把别人玩弄在掌心, 你千万不要惹怒他, 否则弗兰卡也就不了你, 他很强, 好像善花使用火焰, 还拥有一件神奇的物品, 擅长使用火焰, 猎人途径的序列期纵火架, 不, 弗兰卡说他很强, 而弗兰卡大纪帅是魔女途径的序列期, 女巫既然然被他做了, 那样的评价, 那萨瓦党的老大很可能不止序列期独次帮的黑蟹罗姐, 也就拥有相当于序列期的恩赐就能当老大, 而邪术师还不一定能赢女巫, 弗兰卡明明都可自己做一个黑帮, 弗兰卡的老大还甘愿当那位的情妇, 不知是有图谋, 还是他的实力和背景确实都比弗兰卡要强不少, 卢米安念头电转, 做起分析, 简纳站了起来, 你明天要穿的有男人气一点, 不要学布里尼尔男爵, 老大喜欢攻击性更强更TM像狼狗的手下, 这样啊, 卢米安痴笑道, 我怕我攻击性太强, 简纳翻了个白眼, 是啊, 明明被你救过, 我TM有时候都忍不住想抽你, 总之不要太过分, 他将枪带绑回了小腿, 走向门边, 毫不掩饰地打了个哈欠, 我回去了, 哎, 最近都不能去末房舞厅唱歌了, 你怎么还住在这么差的房间, 他虽然住得也不算好, 但比金级旅馆强多了, 卢米安笑道, 这可是我的地盘, 赫简纳没再多说, 进入没什么光照的黑暗走廊, 消失在了那里, 卢米安做好洗漱, 躺到了床上, 边漫无天际地思考, 明天见萨瓦党老大的事情, 边慢慢运气睡意, 边慢慢地入门来回头, 感谢观看